哈囉大家好我是雨 前陣子我買了小米手環7 然後我有提到它這個錶帶 是橡膠的原廠的錶帶 那這種錶帶其實我自己戴起來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它很容易就從這個地方斷掉 然後這個錶帶就廢了 那第二個問題是戴完之後呢 我的手上它就會被壓成一顆一顆的顆粒狀 而且呢有的時候還會發癢 那發癢之後其實 它就有時候會變成有紅紅的在那邊 然後會痛會癢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這種錶帶真的蠻不適合我的 那當時我在小米手環5的時候 我有買到的一款錶帶我覺得蠻好用的 然後它的7也有出了 所以呢這次我們就來開箱一下 那一款我覺得非常非常好用的錶帶吧 來這個呢是我的小米手環5 然後它用的錶帶是這種金屬材質的 那我是選黑色的 然後它就有點像是我們的手錶那樣子 就可以直接打開來 然後就直接掛上去 然後扣起來 對所以這樣的一個設計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是非常不錯的 而且它也不會讓我的皮膚有癢的一個情況 好像像我現在這邊這個紅紅的都還在 好 那這個就是我這次買的7 它就是一般的這種錶帶 那接下來呢 我就去買了7的金屬錶帶 好這是我在蝦皮上面買的 那我們先把它打開來看看吧 欸它這一次打開來 它有附一個調錶器 然後這次的包裝好像沒有上次那麼的精緻 上一次的包裝是這樣 它是有一個盒子 好然後是有品牌的 對但是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完全一樣啦 我覺得這個東西看起來跟當時的包裝是一樣 它可能就是買回去之後再貼牌 我在想 好不管反正呢 我們就先把它打開來 好這個設計看起來呢 是完全一樣的啦 就是如果我們把它拿來跟 小米手環5的做對比的話 它的這個地方呢 看起來是完全都一樣的 只是這個還沒有調過 那它本身其實有附一個調錶器 但是這種就是比較 你要自己去戳的 它有附一個比較大的 那可能每一家附的不太一樣啦 那總之我先把這個錶 調成我手碗的大小 然後我就直接拿這邊吧 這邊看它幾階 我就調幾階 這樣應該就不會有問題 對 因為現在看得出來就是這個比較大 我先把它稍微的調整一下 好那我先把這些膜把它全部撕掉 好膜撕掉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它好像外面是比較亮的 然後裡面的地方就沒有做亮光的那種感覺 就是在外面它才有上亮膜 然後這個也是 所以這樣更看得出來 它們應該是同一家 我想這個同一個工廠做的應該是沒有問題 好那我現在先把它調整 好那我舊的呢 上面這一段是1234567 有七節 然後下面這一段1234567 也是七節 所以剛好各七節 好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就是 等一下我只要留七節就好了 好那這個東西的使用是這樣子的 它呢旁邊是有小洞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得到它的小洞 好邊邊的地方 看得出來嗎 好有小洞 然後我們要從那個小洞 把裡面有一根插銷把它推出來 這樣應該會稍微清楚一點 然後我剛剛發現只有後面這幾個是可以跳的 所以我要從上面算才對 1234567 好後面這兩節不要 好所以呢我就從這一節的地方 把它放著 好然後呢這邊就把這個鎖過去 好於是它就可以把那個洞裡面的插銷把它推出來 有沒有這裡就有一根被我推出來 好那推出來這一根呢就是 我們要把它拿起來的 這裡 這個把它拔掉 於是呢我就可以從這邊把它給 分開來 像這樣 好然後我就把我這邊不要的這兩節把它給拿掉 好啦我已經拆一節起來了 好就先放旁邊 那下面這裡也是一樣 我們只要留七節 所以1234567 好那我就是要拆掉兩節 那我其實就是可以從中間拆兩節掉 然後直接卡起來就好了 這樣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所以呢我就直接從這邊拆兩節掉就好了 好我們先挑這一節把它的插銷給推出來 OK 好然後這個先把它拿起來 於是這邊就開了 好然後呢這邊我要拿兩節掉嘛 所以呢我要在 這個地方再把它拔掉 所以呢這裡我們也把它拆開 像這樣子 推過去 拆開 OK 這樣子呢 就拿了兩節掉了 好然後我再把這邊 要再把它給接回去 這裡要把它接回去 那接回去的話就是把它對準 然後我們拿剛剛的這個 以源頭的這邊把它插回去 插回去 插回去之後呢 再把它卡上去 卡錯邊了 要反過來我們要把這個東西推回去裡面 好所以呢 就把它推進去 像這樣 好對準 把它給擠進去 OK 好這樣子呢 就卡進去了 那兩邊都做完之後 它就會是各七節 這樣 1234567 然後這邊也是 1234567 這樣就是我手環的一個大小 可以先試一下就是 戴上去是不是有 吻合的 咦 它七好像有比較大一點點 這感覺這樣子是還蠻鬆的 我覺得我還可以再拆掉一節的感覺 對所以原來這兩個手環的大小 是不太一樣的 好啦我現在又拆了一節掉了 對所以這樣子戴起來應該就OK了 但是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我還沒有把手環裝上去 所以它的厚度 不對 希望等一下我手環裝上去之後 不用再把那一節裝回去 好我現在先把 小米手環七拔起來 然後裝上去看看 它在裝的時候啊 是從底下裝上去的 所以我們就把它從下面這邊 卡進來 好像這樣它就可以卡著 所以長相是長這樣 我開始覺得後面好像有點塗 可能我 也許真的得把那一節再裝回去也不一定 喔這樣戴起來是 剛剛好 對那這樣看來是不用再把那一節裝回去 好就是這樣戴起來整個 在手腕上面的感覺是剛剛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 就蠻OK的 而且 之後就不會再有這種 發癢的一個情況 它真的會紅腫發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 我只要戴那種手環都會這樣 可能是有過敏吧 或者是說因為它常識這樣子壓著 然後呢 我們就流汗或什麼的 導致它有一些汗疹之類的 也不一定啦 所以 這樣子的話就好很多 那這個東西啊 它就是要剛剛好貼起 你可能自己抓一下 也許你喜歡鬆一點點 那你可能可以調鬆一點點 但是如果鬆一點的話 它要做什麼 血氧偵測啊等等的 就會比較吃力 所以血氧偵測那些它比較需要你是貼起的 所以這個 寬鬆的程度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啦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 拿到這種東西可以自己去調的 畢竟它是 一節一節讓你去調整 所以我覺得 就是它可以適用於大部分的人的手這樣子 好最後給大家看一下 整個 錶帶的感覺 裝上去之後 因為我是買黑色的 剛好它就是一體成型之後 這裡都是黑的這樣子 其實看起來也還蠻有質感的啦 就並不會說很low 所以我覺得這個錶帶 我個人 第一個用起來滿意 然後第二個是看起來也滿意 好那剩下這些東西呢 你就可以都把它 鎖在一起 然後收好 萬一未來 不小心變胖了 手腕變粗了 之類的 還可以再做調整 所以呢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好啦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 小米手環的這個錶帶 那這個金屬錶帶呢 我在5的時候已經帶了很長一段時間了 那真的就用到後面都覺得非常好用 而且它也不像我更早之前開箱過的另外一款 旁邊會有 割到東西 或者是勾到東西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款錶帶 目前用起來真的是挺滿意的 另外一方面 我也會把我這次購買的連結放在資訊欄裡面 那當然這個只是我自己購買的連結 你們可以自己去找 說不定可以找到更便宜 然後又同款的 因為基本上只要款式相同的話 原則上應該都是同一間廠商出的啦 所以呢 這也不是業配 就純粹我個人的分享 然後 讓你們知道說 原來小米手環 它有這種錶帶可以用 那至於要跟哪一家買 然後 或者是說 你們要找其他的金屬錶帶 也可以去找找看 那就不一定要用這種 所謂的橡膠錶帶 這是我自己個人的一個想法 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分享到這邊了 希望對你會有幫助 我是宇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